先一开始我们先带您来看到日前国民党的荣誉主席连战的女儿连惠心 代言的保健食品威力仙 被爆出疑似含有禁药 而检验结果今天出炉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 威力仙确定验出了含有卫福部尚未核准的西药成分 涉及刑事责任 目前已经送检掉准办 之前传出曾经为了产品担任代言人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长女连惠心 透过委任律师方文轩表示 连惠心只是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不是产品的代言人 代言时间原本是到今年的十月底 如果确定威力仙违法属实 会立即终止代言身份 并且向输入制造这个产品的厂商求偿 依法该负责任 连惠心也会承担 而卫生局表示 非法制造输入何属未禁药者 依照药事法第82条规定 可以处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如果明知是未要或是禁药而贩卖供应 可以处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